出座人 出座情 全境的志願 給你拔感情 不怕痛 不怕痛 等來合唱是命的歌 等來合唱是命的歌 我媽媽只要我爸爸喝酒 她就會來打我 所以其實我對媽媽就是只有一個印象 我會被打 你的足跡像白雲 這喔 跟她說 好 你喔 你是怎樣 你為什麼自己在欺負自己 我就跟她說 我說不會啦 這我就感動了 看了書上 我們現在的精髓 我們特別能夠 只要安靜一點喔 所以喔 你不要哭 我就開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見證台灣生命令 我是大清 今天我們看到了這些預告的片段 也請了三個製作影片的團隊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然今天也請來了非常隆重的來賓 容我一一為大家介紹一下 分別是我們有這個醫生 也有這個導演 也有志工的團隊 一起來激盪一下 在真實故事的背後 到底有感動人的地方是在哪裡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這個 台北慈濟醫院 身心醫學科的醫師 李醫師 李醫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福醫師 這位是我們的劉雲厚劉導演 導演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雲厚 這個導演真的很客氣 我們當然再來介紹一下他的身份 那在我的這個右手邊這邊 也是我們文發處的瑞琳師姐 那我們的國林師兄 那我們的這個國蘭師姐 那我們的莉莉師姐 那當然每一支影片 我們今天選了三支影片 那這三支影片 都代表了一些真實人物的一些故事 那我想說看一段影片 然後請製作的團隊來分享 再請這個專家 來跟我們做一點觀點的這些激盪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第一支影片 七個月大 丹燕你 我就是小孩很愛好 我媽媽只要我爸爸喝酒 她就會來打我 所以其實我對媽媽就是只有一個印象 我會被打 很恨媽媽 心裡面就發下一個很不好的怨 只要我有男朋友 不管他有沒有吃喝嫖肚 我就要假的 趕快離開這個家 他們做的那種生意是一種切貨 他知道快不行了 就半夜跑了 隔了大概 將近到十天 再出來了 被追在的日子裡 母子三人 一天只能共吃一個便當過日子 直到好友對她伸出援手 她說這包米送 那個時候眼淚 現在我想起來 她很想哭 有一年 她跟我講了一句 黃秋梅 妳不要再謝謝了 妳喔 妳這麼有能力啊 妳愛知福 祈福 再造福 之後讓我的那個很深 我要去做好事 一念三星起 黃秋梅在女兒的大愛媽媽 揭影下走入慈濟 用心陪伴孩子們 上那一年我很認真去陪伴這些孩子 所以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可以對別人家的孩子是這樣 我對我女兒為什麼不行 有家是都不會叫哥哥做 然後都會叫我做 然後心裡就會不平衡 在教的時候 一兩次講不聽 然後第三次我馬上用打 十八打教育 讀負責的部分就是 其實她讀一年級的時候 她就已經有瓶頸了 可是到了第四年 她有跟我討論 我休學好不好 然後老師打電話來告訴我 我女巧克力沒有去實習 我當下鬆困 我會不會失去孩子 孩子會不會從此就不見了 還好我有找到我女兒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孩子很可憐 我就給她抱 不要說嫂子 媽媽 我告訴你 你在看大愛電視 剛好在演燕子那一齣戲 她的狀況跟我差不多 她婆婆生病了 她為了照顧她生病的婆婆 她就把這個牛排店收掉 然後一心一意照顧這個婆婆 我被這個燕子感動到 其實那時候對我媽媽 我就有 心裡有一個想法 我真的很 對她很不好 即使你有 那個叫一技之長 可是沒有人給你顧小孩 你這幾小孩還是會變成 外面的流浪行 會去給人家打架鬧事 所以後來我真的很感恩我媽媽 以往恨之入骨的母親 未繼前嫌 代為照顧兒女 而感恩懺悔的話 卻一直未能說出口 此刻 媽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好 好 這是什麼 好了好了 過去就好了 沒事 就好了 現在做阿嬤 會邀請 這就好 好了 站起來 站起來 快去就快去 他現在可以 那就好了 透過本次影片製作 三代之間 找回彼此的愛 黃秋梅與楊木感情更好 而女兒對她 永遠有說不完的話 我們來請教李醫師 就是說從 身心醫學科這樣的一個角度 看一個人生命 受到這麼大的逆境 那個力量哪裡 她怎麼轉她那個境 其實我看到了就是說 在我臨床上面 很多很多類似像個案 雖然剛剛 他們在說拍攝的時候 要去找提早 好像不太容易找 但是在我 我每天的日常生活的 門診的個案當中 其實看到太多太多 類似像這樣子一個情境 所以說我覺得非常棒 非常感恩就是說 有這個機會看到這樣的影片 我看到的是 一個從小就在一個 不是對她很良好的一個環境下 長當的小孩 雖然說她的養母其實對她 已經算是很棒的很好的 可是她會怎麼樣 會從小會把 生母對她的那個 沒有妥善的照顧 以及她整個環境 就是把它去擴大 擴及到她所 碰到所有的周遭的人與世 那始終在這樣子一個 負面的情境下成長的時候 很容易怎麼樣 很容易把這些負面的情緒 就是代代相傳下去 那怎麼樣去突破困境 常常就必須要走 找到一個時間點 我覺得剛好這一次 因為透過這樣一個拍攝 所以一開始是她小孩 大愛媽媽的接應 然後到最後 因為我們這樣子一個 真善美團隊的介入之後 她剛好有一個時間點 就能夠怎麼樣 能夠對她媽媽說出 懺悔的話 一旦這個冰點這個將級突破之後 你就看到她改變了 她重生了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期待 我們有更多這樣子的作品 能出來 而且都是非常真 非常善的作品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更多的人 甚至於我以後在門診 碰到有類似感的時候 我就請她 就看一下這部影片 就OK了 對這支收起來當作藥方之一 沒錯 這是心靈的藥方 是不是請瑞玲師姐 先很簡短的回饋一下說 這支影片在您看到的時候 你覺得說 有什麼可以回饋給我們的志工 我覺得這就是做真善美 最有歡喜的一刻 有的時候我們是 要完成自己的作品 其實也是透過分享的過程裡 我們看到人生 但是也讓分享的人 重新去回顧她的人生 有時候我們也覺得我們的麥克風 還滿像心理藝師一樣 當然我們的請聽是非常重要的 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不過因為這個作品本身 它的跨度非常大 它寒瓜了三代之間 它的人生跨度 因為人生跨度很大 它的元素很多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裡面的情緒 從他個人到兩兩堆立的關係 所以它很多緊張的情緒 還沒有完全化解的時候 當我們要去介入 去進入 去記錄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對我們的志工 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其實這是有點她家裡的事情 她是不是已經完全準備好 要去做全盤的揭露 以及這麼大的跨度裡 我們要從哪個切入點 去介紹這個故事 那我覺得 我很感動的是 這個團隊他們抓住了一份孝心 保留這個最基本的一個元素 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 或許其他東西可以更簡單 讓這個元素可以更清晰 一個人從她的母親的這個理解 到後來的釋懷 到她的改變 我覺得光是這一點 她的整個改變歷程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的本質了 所以其實瑞玲也點出了 今天為什麼要邀請專家來到現場 就是說當我們在做影片的時候 常常是自己製作團隊 那我想先請教劉導演 那我們再把這幾支影片 先給劉導演看 那導演真的很花時間 他自己本身忙得不得了 拍紀錄片 然後也是這個 我們金鐘獎的這個最佳攝影 然後也得過金稅獎 真的很感謝你 是不是請劉導演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第一支影片 您看到之後您的感覺 就是這部影片 我覺得它的架構很完整 就是一個人物從他的開始 他的歷程 然後到最後的懺悔還有感恩 其實非常完整 然後還有它的開頭 那樣的一個設計 就是因為過去的事情 我們可能沒辦法透過畫面 紀錄 然後它透過讓主人 然後帶到海邊 海本來就有一個洗滴 洗滴心靈的一個作用 然後讓畫面也能呈現它的困境 我覺得那個開頭很好 很有專業的水準 對 然後故事講得很清晰 我覺得蠻動人的 問一下導演 就是說因為我們希望就是說 用側路的方式 然後可以讓主角 就是在陳述的時候 會比較自然一點 那不會那麼的緊張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嘗試說 因為我們片中有看到媽媽是在拖地 那掃地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去做側路 結果我們發現 我們問問題的時候 可能人不小心就入鏡了 那結果我們師姐在撿的時候 他說好痛苦 有很多很好的畫面 但是因為有閒雜人等進去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用 所以他們要我說 一定要問導演說 我們在側路的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 是最好的提問的時機點 最恰當 就剛剛講的比較純技術面 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進到畫面 那其實工作人員 必須知道清楚我們現在 是在一個拍攝狀態 即使我們聊天是一種 用很自在的方式 因為這樣比較能夠突破 收訪者的心房 讓他能侃侃而談 那可是工作人員要很清楚 我們有在拍攝 所以他要知道 哪些範圍是不能進去的 即使他 可是他當下 還是一樣是很進入狀況 進到受訪者的心靈裡面 跟他肯談 想要挖掘一些事情這樣子 自己心裡要有畫面 工作人員心裡要有畫面 就哪些那個畫面之內 我就盡量不要進去 除非是說受訪者跌倒 或者怎樣 我們去參府幫忙一下這樣 然後你提到說 你說還有受訪 就是邊做日常生活的事情的時候 什麼是比較好的提問點 其實他這樣做家務室 然後你在旁邊拍 他都是很清楚的 他知道你在拍他 所以你可能做到某一個點 你們聊天聊到某一個點 覺得好像很適合切入 比如說剛剛那個一櫃 那個可能就是 就像醫師講的 他還在尋找一個和解的一個點 然後剛好你們去拍攝 他可以透過這樣 來跟母親尋求和解 所以其實也沒有說什麼 一個最好的點 就是你在談話的脈絡之下 做這樣的引導 搞不好就是你們引導的很好 所以他才去做跪下這樣一個 暫悔的動作 謝謝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的本身 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就是說大家注意這個要畫面 不過導演剛才真的 講得非常好 很肯定你們 因為你們營造了一個氛圍 所以在那個關鍵時刻的時候 就錄到了這個 讓他有機會的這個畫面 這不是我講的 醫生也都是這樣講 所以真的很謝謝 提供這樣的一個影片 那我想我們也都互相學習到 那是不是我們再來看 第二支影片 來了... 我媽媽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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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可以耶 好 感恩 謝謝啦 他們都... 他們都會給我... 他們都會給我... 好... 好 來 謝謝啊 謝謝感恩喔 這黃成秀妹有嚴重的潔癖 以前去醫院 連椅子都不敢坐 回家馬上去洗澡 也不敢做環保 因為要幫助一位鄰居 所以他發願了 因此就在自家的樓下 成立了聯瓶環保站 從2003年做環保到現在 即使自己的脊椎側彎 雙腳疼痛不已 他還是堅持做環保 而且甘願做歡喜壽 他兒子媳婦都在當醫生 他都沒有很驕傲 他本來可以過很好的日子 但是他天天持續不斷的 在做資源回收 看著他的病人 看他有時候走路都腳痛 他都一直忍耐著 在做克服障礙 他的精神讓我很感動 我們的會命中呢 少不了滑 需要滑以水來滋潤的 26年如一日 現在是持續世界 現在是真心看世界 每天天滑 六點到七點 每天都沒有休息 所以我不能出 我現在就在那邊在聽 減少運動拉筋 因為姿勢不對 所以造成脊椎側彎 他很怕開刀 所以就在家裡自己看書 做氣功拉筋 八十一歲的人 筋骨還能如此的柔軟 一定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與耐力才能做到 所謂痛快痛快 病苦就會快快過去 他不被打敗 他就告訴我 他現在的受傷 告訴我 我用我過分了 你那個深層的受傷 肌肉受傷 所以比較慢 你如果很痛的時候 你吃消炎沒關係 可是他自然會癒合 你要做運動 就是要一直拉 那個颱風天 受傷 我去整理那個發布 叫受傷 可是肌肉拉傷 也是很痛 你看我都現在 都走路不太忙 可是為了這些人 我一定要去 所以我一定 痛痛也要帶他們去 經過這次潮山以後 我希望能夠 跟著秀妹師姐的腳步 做著環保的工作 我做這個慈激路 是我今生永遠 一件大事 而且我不會 我不會後悔 人都不會 我從前是一隻 一條雞 一條雞 變成滿足頭 智慧打開了 責任的開始 我們要更擔當 未來我們的慈激 這一場 我想先來請教醫師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 每一個人那個精神力 真的是好像潛力無窮 就像 好像經過了 這個樣子 身體的不適 但是他還是能 一直一直克服 我還是想請教您 這個力量 是怎麼樣湧現 好 其實我們在秀妹師姐 這邊身上 我們看到了 其實這就是 真正所謂的 身心靈的健康 我們現在目前其實 人在追求什麼 就是一個身心靈的健康 可是如果你要是問 大部分 不只是環保症 就大部分社區的老人的話 他們其實 有一個共通點是什麼 就是大概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至少有一種慢性疾病 那可是大部分的人 老人家碰到慢性疾病的時候 多半怎麼樣選擇 我就是 蹲在家裡面 讓電視看 那這其實是 未來 我們會面臨到一個 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長照之後 這些老人家的問題 可是你看到 宣美師姐 她 本身 雖然說她的 兒子 媳婦都是當醫師 可是呢 她雖然本身身體有很多的病痛 可是 她卻怎麼樣 仍然 這樣子一直持續 不間斷的 那個是 那個是非常長久的功夫 我最佩服的一點就是什麼 你看到她後面那個 彎下腰的那個角度 對 那個筋骨 那個比我們在座的人 都來得年輕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我 因為我最近也在關心 我們環保症的很多老菩薩們 大概 那裡每天 大概都有 將近上百位的 65歲以上 平均75歲的老菩薩 大概就是 宣美師姐 就是一個我們 一個最好 最典型的代表 那我非常高興就是說 能夠看到這樣的影片 那同樣的 也可以給我 後面有很多 這個可以 教育的題材 我 我現在都跟老人家 講一件事情 因為她 到門擠來的時候 她這裡通常也不舒服 然後她說 每天就只是坐在那邊 等著什麼 看電視 讓電視看 等著吃飯 如此而已 那最後真正能夠 改善改變的 就是怎麼樣 就是走出去 運動 動腦互動 那剛好我們的環保戰 就是一個最好的 長照 最好的健康關懷的一個據點 不過從這一個 醫生的觀點講是這樣 我想從導演的觀點 是不是告訴我們說 毅力講起來 又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那志工在呈現的時候 用了一些影像的一些手法 那導演 您看到這個是影片 您自己的觀點 告訴我們 這個影片的主軸其實也很清楚 就是一個主人翁 不管身體的病痛 就做到 甘願做歡喜受 這樣的一個主軸 那這個 這個 這個主軸很清晰 那 主人翁 也很動人 也很 也很能表達 那 我覺得比較 比較 美中不足的 就是可能就是脊椎側彎的問題 因為影片中好像沒有提到 他是因為 長期做 做這樣的一個善事 發心做善事 以至於 沒有照顧到自己的身體 以至於脊椎側彎 可是後來他又透過 不斷做復健 維持自己的身體 的強度 然後 為的是什麼 繼續做發心做善事 就是這樣其實 這樣會讓這個主人翁 就是他的特質更 更動人 因為已經 他這樣的主軸 已經蠻動人的 可是如果我們再加進 這樣一個觀點進去 就會更打動觀眾 就是在強化他這個 所謂生理上面 這麼不適 但是依然堅持 這樣的一個感覺 對 導演先回答第一點 那果然師姐 你們團隊這邊 有沒有問題要請教導演 這就是一個影片 主軸真的是很重要對不對 那很多志工 他其實做很多的志工服務 那要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重點 去發現這個主角的一個特質 其實真的就是要長期培養自己觀察的能力 就是 大家透過 不管這個是不是一個長照中心 可是每個人會來到這個地方 一定有自己生命的困境想要解決 或者是想要突破 那你怎麼去看到每個人的需求 心靈的需求 這必須自己要去訓練 這我沒辦法 我只能這樣子分享 或者是說 在大家一個團聚的 就是環境裡的時候 你丟出一個議題 然後每個人一定會有他的意見跑出來 那每個人在闡述自己的意見的時候 他的特質就跑出來了 就很多時候我們在拍紀錄片的時候 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丟出一個問題 然後讓大家來回答 然後通常回答的一個狀況 您會覺得說 什麼樣特質的 可能他會合適做紀錄 還是這個又要因人而異 這可能要因人而異 就是 你想要闡述的影片的主題是什麼 所以這樣有回答到團隊的問題嗎 非常謝謝兩位 是 真的 我覺得兩位真的講得很好 那導演今天也真的非常慷慨 他提供了我們一些片段 就是說可以看看導演的作品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面對很多不同的狀況的時候 那這個片段是逆旅之奔嘛 那大家一起來欣賞 那大家一起來欣賞 超級麻煩說 不是一般人可以挑戰的 但是你還想去挑戰它 但是你還想去挑戰它 你要經過很嚴格的訓練 才能去克服那種環境 想到你會有非常大的成就感 即使那個時候已經有的人跑到已經認為說 已經腳不停使喚了 手擺起來也很痠了 整個身體感覺都已經不協調 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你還是會靠著意志力 然後讓自己推動自己去完成這個比賽 因為真的很難過 就一直出到一直反胃 然後一邊走一邊反胃 因為我沒有跑過這麼難過 思い出のくる大会 就算是辛かった時 辛い時的時間帯 就忘記了 那時我達成的 24小超級麻煩應該算是台灣最激烈的活動 其他的運動都沒有那麼激烈 所以它產生身體的變化 也是一個非常激烈的一個表現 還有進去打點滴的 還有跑去按摩以後睡著的 全體的變化 然後有時候 很硬直 最後我兩個小時 都沒有辦法前進 因為風雨太大 你可能在黑夜當中 直接拿一個 你要跟他自己對話 這邊路況差 還有這個高低情況 你會遇到很多困難 你要怎麼去把它克服掉 我永遠一直看過 我兩天都在玩家裡 經濟用的 揚來一天都在玩家裡 每天都在學會 在那時的達成感很大 很喜悶 當我乘坐在短暇時 那時候就終了 我一定會在終點上 因為終點上一定有很多人 為你關乎 其實這是超馬 一種體力 抑制 精神的煎熬 你一旦進來之後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心線在哪裡 好像它一個無限的寬管 你要想要超越自己 我看到這個影片覺得很有力量 尤其是我個人 真的覺得那個音樂推動 然後看到很多人不同的決心 他用不同的姿態呈現 那我就想到說 好像我們是把三支影片先給導演 那導演幫我們看 那看了之後想請導演 推薦一點他自己的作品 那導演你就推薦了這個《逆女之本》 所以是不是也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一段 你自己覺得說拿這個影片來 想跟大家一起回饋分享這個原因是什麼 那時候節目開始 他們為什麼跑 為何而跑 那我怎麼在這麼多人或台灣這麼多馬拉松的賽事裡找到每個的特殊性 所以其實想要分享的就是我們的主軸一定要扣緊 就是其實我們在拍攝紀錄片之前 我們在拍攝紀錄片中的部分 其實就是透過這樣對身體 這麼自虐這麼極限的 就是剛剛又回到那個黃女士說的 對自己這樣的一個虐待 大家想要超越什麼 其实这是我们的提问 就是对大家的提问 也是对我们自己人 为什么活着的提问 就是瑞典给我们回馈一下 所以当这个刘导演 他常常在做很多的影片 我相信你也看了一些 他常常是在一些逆境当中 在呈现一些人生真实的意义 是不是跟我们回馈一下 对 其实每一个人 他被设定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的时候 他一定会面对很多冲突 以我们宗教来看 他内心的冲突 人跟人之间的冲突 人跟天的冲突 就是客观环境就给他很多的条件跟限制 但是今天我们一直把它聚焦在 他怎么在冲突里面 他可以获得他的生命意义 每一个人的考验课题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不论是导演的分享 或是志工他们的影片里面 他一直在提醒我们困难都有 只是你跨越的方法 还有你跨越之后要往哪里走 那刚才那位环保志工 其实我觉得他是为了别人 他不是为自己 如果为了自己的话 其实他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省思 能够从身体上的困难 周遭环境 甚至他不喜欢那个恶臭的感觉 他可以跨越 往往都是因为他开始为了别人去付出 所以以我们宗教来看 当你有立他的精神的时候 你更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 就面对自己弱点的方法 可能不是一直去分析他 你接受他 然后再朝下一个方向走过去 我觉得不论是刚才的跑步一样 当你看着前方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不会回头就对了 我觉得瑞琳的这个分享 也是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发跟回馈 因为真的是往前看 那下一步怎么走 其实我们往往会不知道 吃了二十多年 槟榔的王明德 就算是已经戒了十二年 但是在2016年的三月 他仍旧难逃口腔癌 第三期的到来 再经历了16个小时的手术 以及漫长的电疗发疗之路后 他还是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面 中文字幕必须回到最后 每个小时的手术 我们要去找自己 我自己在找自己 面里也需要 贝斯普 但是不要抬开 海盂的汉 就是 你 咛 跟我们要去找自己 我们要去找自己 但是你早上開不掉 那時候我已經沒了 你把我們主席 參加這個官報 讓我們進來正式培訓 看到有書修 我們是要安靜水 安靜人 所以都安靜一點 所以 你不要哭了我就開了 正前我們 王師兄剛才一陣子 我都做事來迎迎 就對他的車 我就對他 對他的車就迎迎 有時候沒有迎迎 有時候我如果要欠媒 就說王師兄 我欠滿錢 他都沒有價格 還不然 稍微時間都 我們在價格 他就早上三年報 給他再寒錢 還是在那裡心點 都給他 再寒錢 那時間 對我都很好 現在他分手 那分手就沒有吃 都把他槌下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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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師兄 以前的工地都會送錢 造成今天 真的不好 現在來 都送還錢 還沒吃 醫生跟講說可能就是 癌症 口腔癌 然後又是三期中 出診是三期中 已經無常找到我們了 我們還是要去面對 要堅持 不然怎麼辦 只有接受醫生的治療 還好啦 當初雖然是有阻止他加入慈濟 可是現在回想起來還是 好感到 師兄要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可能是一個月 然後就是每天都要到慈濟醫院 因為我在工作 在做生意 我真的沒有辦法說 每天這樣陪他去醫院 然後這生病當中 哇 好多師兄喔 他們 他們那一組的師兄 真的是很關心 很關心 我家人命的師兄 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真的 我們有兩間 我們從來的小營才去 好 我們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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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 我們從來 因為聽到 上人 開始 為重 辛苦 是正途 這支撐著 王明德師兄 勇敢的去面 對他 生命的無常 王明德告诉自己 只要他能够活着回来 他一定要把握当下 在慈祭的道路上 更努力地 更精进地做就对了 就是当我们在拍别人 看到了很多别人的生命 好像生命在激荡 那是不是 我想先请导演 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您收到 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您的观察是什么 这部影片其实看到 各位师兄姐的互相扶持 就是这个感情是很浓烈 很 touch 人的 就是因为这部影片 它比较感觉 主着好像没有完全跳出来 就是只是在记录 就是记录林师兄 他因为疾病 然后可是还是努力不屑 去做善事 然后大家的扶持 比较没有彰显书说 他真的得到启示的那句话 就是为众辛苦是正途 他本身遭遇了什么样的辛苦 疾病的辛苦 还有在这样的辛苦之下 他又做了哪些辛苦的事情 然后来回馈社会 来回馈 就是这个主着比较没那么清楚 不过就是那个情怀 就是彼此之间的扶持 这个情怀是很感人 很感人的 就是从他这些镜头当中 你就看好像很多人在 一直在帮忙他 对 帮助他 但是说他自己如何突破 所谓的难这件事情 好像就琢磨少一点 对 比较少 比较没有看到这一点 如果能够再更清晰地 记录到这一点 一定更感人 这个是导演的肯定跟观察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医师 就是您看这个也在 心电池剂院治疗 好像我们通常得到一个癌症 都会有经过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那不是很容易克服 特别是针对癌症的部分 你知道现在目前在 全国的有关在癌症治疗的时候 特别有加入一块就是 癌症的相关的一些 心理智商的一些辅导 那我透过这影片 其实我看到 对我来讲又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我可以拿来在临床上 就是告诉很多人的一个 一个作品 怎么说呢 这个影片你看到是 这位师兄 他过去这么多年来 就是吃槟榔 那你知道其实 很多人在小时候 在我们有记忆来 烟酒槟榔 对很多男性来讲 这是他交朋友的一个 甚至于他是照顾他员工 一个他认为最好的方式 那因为以前从来 没有人告诉他 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可是他在这样情况下 他后来确实得到 因为这个关系得到了 口腔方面的癌症 这个是有关联性的 这个确实已经是 医疗上的关联性的 你什么原因 什么方法能够让一个人 把他这么多年的槟榔 能够戒除掉 一定也有一个非常大 一个动力 而且我觉得说 虽然在这部影片里面 没有太多 虽然没有太多 而这位师兄 他本身情绪上 或者是他故事里面的 那个经历 你知道那个癌症 那个治疗室 其实是非常难过痛苦的 可是我看到什么 他愿意用他自己的例子 现身说法 而且我觉得有个 非常重要的主族就是 刚刚他听到上人 给他的那句话 为众生服务是正途 那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已经用他的 行为行动去表达出来了 我愿意接受 这样子一个采访 对 这个医师也分享得 非常非常好 那是不是我们 昆林师兄这边 就跟我们提一下 团队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请教我们的导演 两人走进去医院里面 这个气候应该是 比较凝固的 或是说比较低沉的 可是从我拍出来的这个 这个感觉 没有我要的东西 好 那我们问题 这样子简问简答 凝固的那怎么办呢 凝固的气氛 凝固的气氛 我们一般就是 比如说会拍得比较松 就是人小小的在一个画面里 人就会有一种渺小感 那这渺小感我就觉得 应该比较能呈现那个无常 你想要呈现那种无常的感觉 来 接下来呢 再来就是怎么要去访问 因为很多很多人比较 尤其我们的师兄世界 大部分都是比较腼腆 他没有办法表达 那当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 追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那我们要用什么技巧去能够把它问出来 这样子 所以这个牵涉到采访技巧 我想两个都是专家 跟人家做一些访问的时候 可能我们比较用什么方式 也许是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您比较推荐 就是其实我们在拍那些跑者也是 我们在提问说 你为什么要跑 你为什么要跑 他们可能就笑笑的 就很开心啊 可能就这样几句话就讲完了 所以其实 可能当客他们可能 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 没有想过 可是这一定是有什么 种子埋在自己的心里 不然不会做这些事情 不会去做环保志工 所以可能在当下他没办法 立刻回答你 可是你自己也要埋下一个种子 就是说可能在一个 适当的场合的时候 比如说用侧拍的方式 他在做家事什么时候 可能他忍不防 你又再问了他 他可能那时候就已经想好答案了 可能就可以侃侃而谈 可能他也还没准备好 所以他也不晓得怎么回答你 所以这个导演 你这边推荐的 就是说方法一 在同一个问题 在不同的情境 时间或时空之下 可能可以多问几次 也许会碰撞出来 他本身自己想过的答案 那我们想请医师 医师身心医学科 可能都比较懂看心理 怎么问出来 是不是这个答案不要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临床上比较碰到的是 比如说我被 开了接了一个会诊单 要去临床照顾 要去会诊一个个案 比如说是一个癌症的个案 那其实 第一个 我到现场去的时候 我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 先安定下来 而且我先要给自己有 足够的时间 这个足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就是我是不是 我如果后面马上还有急着 要去看什么门诊 要很多事要做的话 我就不会选这个时间 那我有充足的时间之后 因为他 我接下来我需要 就像刚刚导演说 要有一个凝固的 凝固的时间场景 有时候不要害怕那个silence 就是那个静默 那个沉默那个时段 就是我们 基本上我们带着一个 很真诚的心 就让他知道说 我来这边 就希望听你说一说 你有什么苦 是我可以帮得上忙的 如果就我 圣经科医师的角度来讲 当我到现场去之后 我把那个 那个 那个真诚那个心 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算他可能沉默了 五秒十秒钟之后 他最后 他就会 可能眼泪就滴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讲出来了 所以需要 将心比心 然后后面自己时间 也要一定要 要没有压力 不能说自己事情很累 然后这个时候 急着把人家访问完 那不知道这样 两位专家有回答到问题吗 感恩 是吗 感恩 所以我想这个最后 节目的这个最后 因为大家 这些作品都是真实的故事 是不是我想请两位专家 给我们做最后的一个节语 就是说 纪录片 它的这个 真正它的意义 真实故事 可以带给我们的力量是什么 是不是请医师先讲 我纵整一下今天三个影片 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 在我临床上的案例 一个是可能 从儿时有一个生活负面经验的人 导致他在生活 一直始终陷入一个情绪上的困境 无法跳脱出来 那另外一个是 烟酒不离 就是槟榔不离生的 那还有一个是 身体即使有病痛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 共通的一个 一个就是 因为一个共通的一个平台 一个善的平台 就是慈悸的志工 透过什么 对自己的认识了解 然后呢 透过 与这样一个善的平台 有很多的好朋友 互相的一个扶持 关心关怀 那最后他们都超越了 人生的逆境 其中一个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达到了他 生命当中想要追求 那个人生的意义 也许有时候你去问他 当下他也许不见得 能够马上讲得出来 但是试过之后呢 像我们花园圆王师兄 就是他自己 汇展出来一句话 就是为众生服务 使正途 那我相信每个人 其实都在寻求 我们自己人生的意义 我觉得这三副影片 都告诉我们这样子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 人生圆满的一个故事 那是不是请导演 帮我们今天做 最后的这个总结 就是说当一群 这个人文志工是业余的 那他们在拍这些真实故事的时候 您觉得说他们可贵在哪里 那纪录片的本质您的观察 我觉得可贵就是大家 大家那个发心都是很善的 就是想要为社会提供一个正向的能量 我觉得这样不管是拍摄者 或是受防守 其实大家都是有这样一个善心在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可贵 所以他们有发心 如果日后有技术的问题 也可以请教导演吗 可以啊 今天真的很谢谢导演 还有李医师 还有各位试用时机